大家好 今天我們邀請到結智體育會的總監 Jessica 和我們深呼吸的其中一位director Elisa 大家一起聊天 為何會有今天的組合 就是源於結智體育會早前有一個需求 因為結智足球隊在香港使無前例打入瓦冠杯 不如由Jessica說回這件事 其實當初為何我會覺得 不如找停一停深呼吸去看看有甚麼合作 源於是因為我和球會的時候 5月的時候和他們去瓦冠杯的比賽 其實有甚麼令我覺得他們大壓力釋放不來呢 坦白說平時去打比賽他們經常都有 但因為5月的時候我們去泰國的時候 很不幸就爆疫 還要在比賽期間 其實剛剛開始整個比賽的第二天 第一次爆的時候就有三個球員 之後就有兩個 慢慢就累積到最後我結果有十二個人中了 其實整隊人有多少人 都有三十多人 但也有些工作人員 再加上就是 其實他這樣一直爆的時候 大家都會在想 糟了會不會下一個是我的 昨天明明和這幾個人吃飯他們中了 我明天驗的時候會不會是我呢 再加上因為其實驗PCR也驗得很密 而且當地的政策就是 你一種我要送你去隔離 隔離的環境又不是太理想 所以大家其實都會很擔心 一來又很想打比賽 二來就是擔心你被人送去隔離 所以你看到 韋韋都是高大的男士 就是他們有壓力 不會釋放 是不會說得出來 再加上是 平時他們比賽 他們可能是自己 可能能處理到一些比賽上的壓力 但是你去到這些那麼多 不明朗的因素 或者他們控制不到的東西的時候 其實你在旁邊看到 就算他們說不緊張 沒有壓力也很討厭你 我是看到吃飯 因為我們其實都不可以再坐在一起吃飯 我們全部都要在房間 但是你會看到他們 要出去比賽 出去練習的時候 不出聲 那些行為都好聽 你會看到 那時候我又不知怎樣去幫他們 難道我爸爸告訴他們 你不會中的 沒有理由 因為我自己都擔心我自己會中 所以 這件事我覺得是需要找一個方法 令到他們自己去放低一點點 因為Elisa是一個林藏心理學家 不如你分析一下 這種情況 怎樣會觀察到他們的壓力 其實Jessica也說得很好 我想有很多時候 我們說人有壓力的時候 其實他們的行為表現 可能和平時很不一樣 有機會你看到球員 平時他們經常都聊天 很活躍 但是突然間一個人又靜了 又不出聲 好像混了自己 其實這些行為的改變 其實都很值得我們關心 當然如果球員都肯跟你去分享 不知道有沒有些人都跟你說 其實他們睡得不好 或者可能胃口都不是真的很好 真的開始影響身體 其實都出現很多壓力反應 我想在香港大部分人都明白 當我們遇到壓力的時候 其實會怎樣 剛才Jessica去形容那個情境 我想也是加重了 它不是一個普通的壓力 而是真的 它是一個很特殊的環境 大家困住了 然後又要面對比賽的壓力 但同時間又加上 隨時不知道自己何時會中 這個可能他們等了很多年的機會 但是如果中了就沒有了 其實那個心情都很忐忑 我可以想像一下 其實他們也有跟我說 其實他們擔心自己中之外 又擔心出場的11個中不中 因為其實都影響成績 大家其實合作了那麼久 大家準備了那麼久 當然是想最好的成績 你代表香港 再加上我們上一次 其實都是拿刷香港最好的紀錄 所以這次當然是用著這個心態 就是要比上年好 所以大家的心態是說 糟了現在突然間這樣怎麼辦呢 所以你會看到有一些球員 平時可能性格都很靠 突然間你會看到他們練習 發脾氣 前前後後可能很少 你會觸發到看到他們 悶症 要不然就完全不出聲 我自己會在想 其實是需要有些東西去幫助他們 所以我回到香港的時候 剛巧在機緣巧合的情況下 我知道你們都會幫到忙 所以我也說 事不宜遲 在我們在16強之前 不如就上個工作坊 看看有沒有辦法可以幫到他們 因為始終入到16強 也是對球會來說是一個歷史 對很多我們的球員來說 也是他們可能生涯的第一次 去一個這麼高水平的比賽 所以要他們去可能釋放自己的壓力 或者放下他們自己本身所謂的疑慮 其實我覺得球會是需要幫助他們 而給他們一個技術 沒錯 有句說話叫做恩財私教 我以前去很多不同的機構 去分享一些遇到情緒 遇到問題的時候 你怎樣釋下來 怎樣令自己用一個很簡單的方法 就是說你只要一有情緒的時候 你立刻停一停 然後用心的感受一下呼吸就可以了 心呼吸就獲得這個邀請 我就覺得整班大男人 即年輕年輕力作 聽過老人家和尚走來講話 可能他們不太聽得入耳 於是我就覺得 不如找一個適合和他們分享這種方法的人 於是Elisa當然是最升任的 Elisa 即是說你在準備 去和這班球員分享的時候 你覺得當時是要做些甚麼準備 是啊 其實我也是第一次 真是面對著全班都是專業職業的運動員 雖然我想以前在我們帶領禪修 或者做一些和禪修有關的研究 其實我們都看很多 講到世界最頂尖的運動員 其實很多都有去羞恥閃修的練習的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 因為他們很想提升那個表現 即是當在比賽的時候 你怎樣去進入到 尤其是他們有一個名詞叫做 the flow 即是好像進入了一個很高度集中 但亦都很有喜悅感覺的那個狀態 這種就是用心 多用心少用老的狀態 即是他完全是用心去擔 不用想那麼多事情 很自然地發展的 沒錯所以很多的研究都說 其實原來運動員進入了這個 就是the flow的境界的時候 其實他自己很自如 表現得是他的高水平 之餘其實他也是 個人不會很緊張的 那很多時候為什麼他們會做到呢 他們就發現有些運動員 練習完禪修之後 他們會更加容易進入這個狀態 所以我就想對他們來說 最大的動力令到他們會覺得 為什麼禪修跟他們有關 我相信就是跟他們的表現 要有個掛勾 是的 還有Jessica 在我們的workshop之前 我們都有了解過他們的一些壓力狀況 其實有時候都明白 他們面對很多的壓力 都未必那麼容易跟其他人去分享 職業的運動員 他們可能很多都平時 未必是會講情緒的人 那你怎樣去令到他中間調節到呢 那我們就希望可以運用到多些的例子 又或者可能我們知道一些著名的足球員 美思 他們其實都是原來一直都有做禪修 就希望可以作為一個 一個role model 希望他們可以去學習 其實這件事都要多謝Jessica 因為我們其中一個 深呼級大使江文慧 她是在劍擊那裡很出名 她又有禪修 即是有靜坐 我們當時有說 其實運動員很多都有禪修 譬如江文慧 當時Jessica就說 你說江文慧沒有用的 她說他們是不知道的 她說你要說足球的頂尖人 他們才會覺得是 所以我們一查之後 哇 原來這麼多 你剛才說美思 施朗拿道 即是就算以前的碧涵 很多都有 沒錯 因為其實我自己 當然沒有Elisa 她那麼專研心理學 但我自己在大學 我讀心理學的時候 我自己都覺得 跟運動一定有些幫助 可以這樣說 我自己其實跟你們去談合作的時候 我自己都做很多研究 去想如果你說足球員 其實他有什麼壓力呢 而他未必可以跟別人說 即是家人可以說 但家人究竟幫到你多少 或者他們明白嗎 對 或者是明白嗎 很簡單 我要出去打一場很重要的比賽 我站在一條側線 或者我站在一個洞 我準備走出去的時候 我怎樣可以很專注自己 在這個時刻 在這個狀態 然後走出草地 或者是 我射十二馬的時候 我怎樣可以不理現場觀眾 也好拍掌也好 我怎樣可以很專注呢 無論你是主射那個 或者你是龍門那個 其實對他們來說 你的專注力 其實如果你可以專注那一刻 不讓任何東西分心的話 其實你已經贏了一半 沒錯 再加上一次Elisa也有跟球員說 就是說傷患痛 這件事其實都用meditation幫到他們 即是你一路覺得自己痛 一路覺得自己傷不好的時候 那有些甚麼可以幫到你呢 即是我覺得有很多不同的事情 甚至我這幾天都在想 如果一個球員要面臨 續約轉會 那好了 續約轉會這些施水 影響了你在場上的表現 糟了 如果我這場踢得不好 會不會影響了我轉會 會不會影響了我身價 其實都有影響 即是如果你一路在那裡 被這些東西影響你的時候 自然你的表現就不會好 那你怎樣可以把自己 可以focus你當刻 可以 即是你跟球員 在現場 是的 那個比賽的情況 我覺得這件事是重要的 所以這件事 停一停生活絕對可以幫到 因為停一停的意思就是 其實是暫停 暫停就包括你想的事情 因為我們很多煩惱 很多問題其實是自己想出來的 你想得多了 即是我自己覺得是這樣 如果你不要去想那麼多 我當時在做那件事 我就用心去做 其實是容易很多的 是的 所以這個也正正當我去設計 和足球員一起去做這個workshop的時候 其實有些甚麼的練習去做呢 平時我們帶領禪修 很多時都是大家靜靜地坐在那裡 然後又有些鐘聲 但我就想在他們的心目中 其實是甚麼為之重要 或是甚麼才覺得 就擺一個專注力在那裡 是很順其自然的呢 我記得其中一個練習呢 我們就是請了你們其中一個的領隊 就拿著那個球 拿著那個足球 讓所有的足球員 就看著那個足球 很簡單一分鐘 讓他們知道 原來平時我的心是會跳得那麼厲害的 雖然我說那個指引就是希望大家 看著足球的時候 心只是想著它 但是原來就發覺 原來我的心是幾秒鐘的 然後我就會飛去其他地方 我們就提醒 不要緊的 你飛去其他地方 你就再回來 因為很多時候我們說 禪修其實未必一定 每一個人能夠 那個注意力那麼長那麼久 但是他能夠有能力 將一個散亂的心帶回來 那個能力其實也是很重要 是的 還有我想 即足球和其他運動 有一樣東西不同 就是你不是九十分鐘 都是你拿著那個球 你總有很多時候 可能會通過其他人 別人拿著那個球 你沒有球那一刻 心就飛去哪裡 你的心就飛去 完場去哪裡吃飯 你的心可能在想 後面有人在罵我 還是 我完全在比賽中 你想 那個球下一秒其實會去哪個位置 你要去跑哪個位置 你要去怎樣幫隊友 我覺得你如果有一個 Focusness 我想可以幫到他 可以更加專注 而不需要你其他事情發生了什麼事 我覺得這件事都重要 再加上EQ 你會看到很多球員 可能忍不住情緒 要發脾氣 打架 或者跟別人有碰撞 或者跟別人有碰撞 我覺得你能搞定自己的 Focus 我的Focus 我只要打這場球 我只要贏球 我贏球 我贏球 就是要怎樣做好我的動作 或者怎樣跟隊友配合 把球放進網 這件事已經完了 我覺得 要把這個訊息 可以放進網 當時Elyssa跟球員分享的時候 我就坐在一旁觀察一下 我也覺得很驚奇 因為整群球員 他們進來的時候都聊天 你知道每個人都進來 就是這樣的 但是Elyssa開始跟他們說的時候 一邊解釋一邊解釋 他們就開始一邊聽 但是 譬如他在維持這個姿勢來聽的時候 他不會突然坐直 他都是這樣聽 我就不知道他有沒有吸收到多少 他總之就是這樣坐 但是呢 到Elyssa說 好 大家一起坐在這裏 一起試試 他們個個就 就是很聽話 就是很難上去 於是就開始一起做 後來Elyssa就覺得 這班運動員 你經常叫他們坐在這裏 不夠的 試試站在這裏 立刻全部站在這裏 那感覺是挺感動的 我想另外一件事 就是 如果你說聯織高一點的球員 可能本身他們自己以前 都有經歷過 meditation 因為始終有一些可能在外國 也有嘗試過 meditation 反而我會覺得 我很想把這件事帶去本地運動員 或者是新進運動員 因為我覺得他們的生涯其實還很長 而他們將會面對很多這些 我會說高壓的情況 怎樣幫助自己去減低壓力 所以我就會覺得 嗯 是要有一個渠道 去讓他們釋放 以前也有人跟我說 自己讀心理學的 你會不會 索性不如請個心理學家 你問我 我就會覺得 心理學家 很多時候都在說你one on one 你會很清楚 one on one 你要花很多時間 去瞭解那個一個球員的心理狀況 他現在面對什麼 接著你給什麼的 therapy 或者是給什麼的 advice 給他 但是你可能回很長時間 你才可以 你到一個人 是 我有三十幾四十人的時候 我怎樣處理 我要一個快捷的方式 我當然是 我當然是靠不到一個心理學家 如果你說我給他們多一個 tool 你們自己回去訓練 而我們可以有一個行常的 例如說 meditation session 大家一起做 我覺得是 反而幫助他們的機會更大 所以為什麼我會 我也跟公司說 就是 由一隊開始做起 但其實最後 我是想 這件事慢慢帶進去 我們足球學院下面 由十八歲 十六歲 十四歲 慢慢換書給他們 由小到大 可以有這個 mindset 讓他們在成長 或者在他們的足球爐上 其實未必是在足球爐上 可能在人生上 你在任何 高硬的情況 或者什麼情況下 你都幫到你 我會有這樣的想法 對 尤其是 這個足球不會是畢生的職業 是 我那天的分享後 其中有一個令我感動 是一個比較年輕的足球員 他在練習後 他出來跟我說 剛才我們做的身體掃描練習 身體掃描練習 當然我們改動了一點 除了坐下 我們便站起來 我便開始發覺 留意到自己 原來呼吸去到某一個位置 我覺得喉嚨很緊 或者心口的位置很緊 其實我很感動 第一件事是因為 如果他們沒有 大家一起很投入地去做 其實他們不會有這個角肢 不會留意得到 而且他們都很希望去問 因為他們很想找到方法 來幫助自己 其實很多時我們說 留意到身體的狀況 都是因為 你開始給他一些關懷 你給他一些專注 其實你才會知道 正如剛才Jessica說 其實他們經常都要面對很多痛症 這裡有拉傷 那裡有救患 當然 一些活動的療程是很需要 但同一時間 有沒有一些事情 他懂得慢慢跟痛去相處 或者他可以更加留意到自己身體狀況 在那個年輕球員跟我分享完之後 我就覺得 我真的很開心 我覺得他們應該都是有些事情 可以落到袋子 對 尤其是年輕那一班 他們因為沒有接觸過 其實那次之後 他們隨便有問我 那次之後 我們接下來還會不會有這些節目 其實我那一刻很開心 雖然 睡眠可能是對有些本身有些練肢的球員 可能覺得 沒有 我也是住住踢球 你不要搞我 總之我自己練球 你不要再花我其他時間 但是 這個不是我的 purpose 我的 purpose 其實是我想將這件事 帶到一些年輕一點的球員 而我只不過是想在一隊裡著手 但是有一些會是 譬如之前我們錄了一些聲音 帶給他們回去做meditation 那是真的有人問我拿 然後他們真的有用 那是好事來的 我不知道那些小朋友 我叫他們小朋友 但其實他們也不少 因為我看著他們在學院慢慢升上去 我最記得有一次就是 我也覺得很驚訝 我不知道他們是因為我坐在那裡 還是什麼 拍球會 portrait的時候 有一些是 特意會去做meditation的動作 平時他們會做什麼的 平時就是Yeah 那些很行的 我沒有叫的 是的 亦都突然之間 可能 我不知道他們是抄了一些球星 還是什麼 總之 他剛好做的那個動作 那個球員 就是之前 前前後後 他也有問過我關於meditation的事情 而那一刻 是他自發的 我會看到 你學到一些種子 是的 這樣 所以我都會覺得 我未必可以幫到全部人 但至少我可以帶到一個 tools 給他們 給你選擇 其實我覺得你很有軟件 不愧是這個 結智體育會的總教 你的軟件就是 不會這樣 這班一隊 就是專門去踢 我們的榮譽 各樣東西都是由他們 所以我們全都推進去 你是會想到 不如我們由年輕那班 因為你們有個體育學院 就是由幾歲開始 六歲 六歲開始 是的 Jessica的意思就是 我將這個訓練 就是這個meditation 這個概念 就是由小時候開始 一路夾 其實在我們的經驗 這個就是從恩著手 去解決問題 而其實小孩子 很小的時候 他開始 容易很多 起碼他沒有自己的想法 或者 我自己都年輕過 都反叛過 十幾歲的時候 做一些 知道對自己有益的事 你覺得自己不承認 哈哈哈哈 即是說 不好喝那些東西 不好吃那些東西 就特別好吃 即是吃煙 明明是 嘩 又臭又 又燭 但就覺得這樣才承認 即是說 嘩 即是 讀好些書 那樣東西 才做多些運動 我覺得 不承認 就做這些事情 聽電話 那時候很反叛 所以 由小時候開始 其實是好的 我反而有信心 即是 我班小朋友 他會很接受 你看到一隊 在做這些事情 不是 一隊 除了一隊之外 你看到 Raheem Sterling 也在做這些 可能Maisy 又有做 斯朗 你想不想做足球員 你看一下 是的 成功貸致 因為本身你是喜歡踢球 你是想做足球員 你才會在我那裡踢 我那裡不容易 所以 即是 講到時間 你要放很多精神時間 在我們那裡訓練 你也是想做足球員 你看到這班 其實 這班高水平的足球員 都在做這件事 你不是不跟 對吧 這是最型的足球員 是的 對他們來說 原來他們都這樣做 我都跟 是的 所以為何在拍照的時候 他都要特意放回這個 你看看 我跟得上潮流的 哈哈 是的 尤其是現在 即是今時今日 Meditation 這件事 已經變成一件型的事 不會再覺得 是舊 老套 加上 你剛才說 有很多頂級的球星 他們都是這樣做的時候 應該是 絕對值得去學 接下來 我們都會為你們 度身訂造 即是說 由那班 年輕人去開始 當然 如果一隊的人 仍然繼續做的話 那個 互相影響 對你的舉例 就是 年輕的那班 一隊的人都做 那我們就做 是的 其實我覺得 那個 效應是在的 因為 小的那班 其實一直都會 看著 我就是要成為他們 坦白說 也很現實地說 你不會變成 夏蘭特 你不會變成斯朗 即是 距離很遠 但你如果看著一隊 那班 他有機會 那班是師兄 我 我有機會 就是希望這些位置 去 令他們 再加上 其實我們一隊的教練 其實就是 他們青年隊的教練 所以 可以有一個作用 就是 他們在一隊的時候 經歷過後 其實都可以 將那件事 跟他們 十四十六十八 那些 行上訓練的時候 再一起做 因為他們本身也很熟 所以我覺得 對 教練來說也好 對小朋友來說也好 其實是 有得著的地方 我聽過你跟我說過 其實你一直都有參考 那些 有些著名的球隊運作 有的 不同的範疇 我都會走去偷試 那你就說 其實外國有很多球隊 都真的有把 有 有 有一些頂尖的 即是說英超 英超頂尖的球會 即是他無論是球會實施 一定要你做 或者是教練 要求訓練裏面 將訓練成為他們的訓練一部份 兩個方式都有 所以我都有 我提出給我爸爸的時候 我都有說 總有原因 為何這些球隊 會用訓練 現在其實現金足球有很多東西 你不只是靠踢 你不只是靠戰術 有很多周邊的東西 其實是幫助球隊的表現 包括我們現在做 有營養 運動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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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運動技術 也是一個很重要的一環 那怎樣去做 我們經常都說 我們就參考一下其他人去做 當然有些都會覺得 我需要有一個運動技術 放在他的球會上 但是 成效有多少 或者是 出來的效果好不好 不知道 但是如果運動技術 都有人在做的時候 而我們剛好可以 按照這件事的話 為什麼不試一下呢 這樣 都是說回剛才說過的 就是我們來解決問題的時候 最重要是從因著手 就是因為如果你只是請一個 psychologist 回來 然後就有球員遇到問題 就去找他聊天 然後就調解一下 就是我覺得那種都是 有個果著手的 有因著手就是 令到他根本不需要去找一個 療程師來幫他 他自己已經可以解決那個問題 其實這個才是最理想的 是 好的 今天我們暫時談到這裡 然後我們下一集 我們回來再繼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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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